大家好,歡迎收看希臘星期三 希臘葡萄品種眾多 今次就說說最出名的紅和白葡萄了 Cinomarfo是北部最高貴的紅葡萄 出名單寧和酸度夠高 容易感染毛菌 有黑櫻桃、黑橄欖、番茄和蔬菜味 它的成熟和陳年必須在橡木桶進行 雖然陳年時間較慢 但釀出來的酒濃烈,而且充滿力度 還有陣陣蘑菇和煙草味 Asetico是希臘最出名的白葡萄品種之一 蜥蜴力強,能對抗大多數疾病 用它釀造出來的酒,風型的口感和有力的層次結合 賦予葡萄酒厚重的酒體和較高的酒增度數 雖然香味不濃,但就很特別 令人想起青蘋果、土、礦石,還有一些背殼 哇,單單是兩隻希臘葡萄已經見到與眾不同的特點 希臘的味酒一定有更多驚喜啦 群捧被吸引不gram 會是瘦聚的做法 會是瘦聚的 就隨著,通過 什維秘道 無幾乎 有麗